好,大家好 接下来是新血管系统用药 这个篇章的抗高血压药了 应该说这组药我们大家伙子最熟的了 对,我们知道高血压这种病需要终身用药去控制血压 不要让血压超标 才能尽量减少对把器官的血伤 那么抗高血压药呢,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口罕 口罕,大家看,这部分要求都是熟练掌握的 其实熟练掌握的这几类药 就是所谓的一线降压药 我们经常叫它五雷一线降压药嘛 正好是五节 然后接下来第二种 这儿大家看一下就都是要求级别就降低了 要求掌握啊,了解啊 因为这些都是二线药物啊 在临床上不做首选的药物 为什么? 因为副作用太多太重 比较于利 对 除非一线搞不定的,我们才考虑上二线 所以我们的重点会放在五雷一线降压药上面 好,那么接下来 给大家欣赏一组图片 直接聊一聊高血压那点事 我们知道血压其实是血液流动的动力 顾名思义血管里的压力 这个压力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我们知道血压它的正常值 应该不超过12080 高压不超过120 压压不超过80 超过了12080 但是不超过14090 我们叫它正常高值 不能枕断高血压 那超过14090以上 为高血压 当然我们根据它的血压值 又给它分成了 一级高血压 二级高血压和三级高血压 分界点就是 140 160 180 这是高压的分界点 然后低压的分界点呢 就是90 100 110 这是三级高血压 二级高血压 一级高血压 只要有一个值达到诊断标准 诊断即可成立 那高血压这种病 很多 很多人在 其实它血压已经高了好几年了 但是它不知道 没什么症状 突然有一天单位组织体检 一体检知道自己血压高了 从知道自己血压高那天开始 各种症状全来了 对 这就是这种病的临床特点 就是说高血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没有症状的 因为机体可以带肠 但是高血压带肠期的时候损伤的是把器官 高血压不要命 但要命的是把器官的损伤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图片吧 血压高 心脏负担重 你看看 这心脏 心脏因为负担重 长什么样了 高血压牛心 大家看这是正常人的心脏 这是高血压的心脏 就这心脏 不出毛病才怪呢 可以训练是场 最后时代场心衰 也就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 就看 是高血压患者的肾 肾脏里面那些肾小球 就是一撮一撮的毛细血果 这些肾小球一个一个就全碎了 就变成玻璃样小低了 就肾功能是越来越差 但肾脏的代偿能力很大呀 所以早期可以没有这么做 大家直观感受一下 这是正常的肾 这是高血压的肾 研发性颗粒性供缩膳 整个肾都小了 好 然后这是高血压的脑 高血压脑 一开始 只是因为血压太高 所以小动脉精卵 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 头痛 头晕 头胀 如果血压太高了 可以形成高血压脑病 脑水肿颅内高压 可以出现剧烈的头痛 老百姓说眼睛珠子快掉出来了 跌涨 最后 可以发生脑分子脑出血 脑血管可以给跌破了 这是高血压的瘦膜 烟底可以出血 神出 室入头水肿 等等吧 另外 高血压是形成动脉周样 硬化的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前面我们说高血脂 是形成动脉周样 硬化的一个定因 那 高血压损伤血管内皮 为血脂向血管内皮下沉积创造条件 好 等等 这儿呢 我不做过多的赘述 只是想给大家增加印象 血压必须控制下来 否则 个脏气 就会导致 血伤 那我们如何才能把血压控制下来呢 原则上是这样的啊 这么说吧 只要能把血压降下来的药 就可以去治疗高血压病 对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但问题是 我们临床上希望这个药 在降压同时 就除了降血压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不良反应 没有副作用 那是最完美的降压药 但事实上 有完美的吗 没有 哎 对啊 相对来说 有那么五类药物 啊 降压效果肯定 并且 不良反应啊 副作用啊 非常的轻微 患者耐受性良好 我们管这些药 叫做 一线降压药 就是优选的药物 好吧 那我们学这次课的时候 学什么 或者考试考什么呢 就靠各类药物 它们的优缺点 所以你学的时候 要着重去注意它的优点是什么 优势是哪些 缺点是什么 短板有哪些 嗯 好 然后呢 来 我们先来认识这五类一线降压药 五类 其实呢 我呢 又喜欢 叫它四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和第二类 指的是普利和沙坦 啊 要知道普利和沙坦 其实 它们呢 都是对抗 对抗什么呢 RS系统 RAS系统的 就是对抗 肾素 血管紧张素 全固同这样的一套激素系统的 明白了吗 其实都是对抗这个系统的 OK 你看 普利 根据作用机制 我们叫它 血管紧张素 转化煤的抑制剂 因此简称ACERI 沙坦 是血管紧张素 二受体的一个阻断剂 因此简称是ARB 所以呢 普利沙坦 我喜欢统称之为A类 对啊 喜欢统称之为A类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A1A2 而且我喜欢给他们俩呢 做一个打个比方 他们俩比成两姐妹 好不好 普利沙坦两姐妹 一家人 两姐妹 OK 那么他们 在 在 降压药 这样的一个 交互当中 武灵盟主 对 武灵盟主 所以我把它比称两姐妹 武灵盟主是两姐妹 因为我是女的 所以我当然要把它比称 两姐妹 对 好 这是 前两类 第三类 贝塔受体阻断机 啊 洛尔类 这个我们太熟了 老朋友了啊 洛尔兄弟了 那 贝塔不就是B的意思吗 所以我 喜欢简称之为B类 洛尔类就是B类 好 然后 呃 第四类 盖通道的组织剂 盖通道组织剂的 一生简称是CCB CCB 所以我喜欢简称之为C类 用于降压的盖通道组织剂 我们主要用的是D皮类 也就是二氢比定类的 盖通道组织剂 D皮 最后一类 利尿药 利尿药呢 咱们就 称之为D类吧 D类 ABCD 但是A 你别忘了啊 A分为A1类和A2类 普利沙坦 所以把它俩拆开的话 把普利和沙坦拆开的话 就五类 合并成一类的话就是 死了 变成ABCD 所以以后咱们大家形成默契 好吧 当我说哪一类的时候 你懂的啊 好的 这是我们知道 五类一线加药指的是哪些个了啊 这是我们的重点 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 一般我们优选 一种五类一线 一种一线加药 一种搞不定我加两种 两种加搞不定我加三种 实在 这五类一线加药 联合用药 依然搞不定了 我才考虑用二线药物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用药原则 好 这类药物都是降血压的 至于说到 怎么才能把血压降下来呢 降压机制 这属于 这就涉及到大家的生理学基础了 你得知道 影响血压的因素有哪些 回忆一下啊 这是影响血压的因素 我要想把血压给它降下来 怎么降呢 要么 对抗交感 因为交感是生压的 所以我对抗交感即可降压 对吧 那对抗交感的是谁啊 洛尔啊 对啊 一线加药物对抗交感的是洛尔 好 要么然我减少雄环血量 血压血压 血管里的血液对管壁造成的侧压力 就叫血压 所以没血就没压 血越少 血压越低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循环血量 来使血压的平均值 下降 那么减少循环血量的是谁啊 李娘要啊 对啊 好 要不然就是对抗RAS系统 注意啊 这个RAS系统指的是一套激素 一套激素 为什么我说一套激素啊 因为它不是一个 对 它是一个激素系统 叫肾素 血管紧张素 全固通系统 很奥可 所以我们简称为RAS系统 就抑制这一套生血压的激素 这套激素都是生压的 我抑制这些激素的生成 对抗这些激素的作用 即可使血压下降 那么抑制RAS系统呢 就是我们说的两姐妹啊 玻璃沙坦啊 ACE2和ALB 接下来 扩血管的 扩血管是最简单粗暴降血压的 对 血管扩开了 我们叫相对血量减少 什么叫相对血量减少啊 就是像一杯水 在杯里是满的 我把它倒在桶里 它就不满了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可以是血压下降 扩血管最简单粗暴的降压 相对比较温柔的 OK 相对比较温柔 归入到一线降压药里的是地平 大家非常熟悉的 氨氯地平啊 菲洛地平啊 泥墨地平啊 好多地平 小本地平 当然小本地平用于降血压 一定是用缓控式织剂 绝不能用它的普通织剂啊 好这就是我们五类一线降压药的降压机制 我们说完了 快就这些啊 这儿有两类 一二三四五 五类一线降压药 好那说完了这五类一线降压药之外 接下来还有呢 降压药的江湖中 当然还有一些曾经文明于江湖 但现在已经被长江后浪推前浪 已经要被拍死在沙台上的这些个 淘汰了的药 已经用的很少了的 你可以把它叫它二线来药物 二三线来药物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利水瓶 没说过吧 可乐定甲基多巴 一堆作情 这他们的作用机制 我们到后面再去说 这些药呢 曾经多年被应用于临床 降压效果倒是确切的 但是不良反应太多 耐受性太差 血压倒是降下去了 一堆问题暴露出来 按下了葫芦 长起了条 所以现在临床上 不主张单用 一般仅仅是一些互方质疾中会有它的成分 或者说一线药物实在搞不定了 才考虑它呢 好了各位 然后下面我要送给你一张表格 这个表格我搁在这儿 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的考点都在这张表格中 这张表格中 就只要题目考察抗高血压药 80%的分数 在这张表格中 考点给你了 但是你得吃得下才可以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必须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融会贯通 能够把这些内容应用于题目当中 才能转化为分数 是这样吧 所以呢 花终点的事情不难 难的是让大家 把这些重点 融会贯通 好接下来 下面要做一个工作啊 就是 先总后分啊 我就要把所有的抗高血压药 给大家整理下来 让你做到 先建立一个知识框架 好吧 大家看一下啊 所有的抗高血压药 我按照作用机制的不同 分这么五大类 第一类是利尿药 我们已经说了 当然我们知道利尿药有低效能的 中效能的 高效能的 螺内质 赛琴 浮赛琳 这些我们到后面再去说 我们有专门的章节讲利尿药 那么第二类叫 交感神经抑制药 也就是我要 对抗交感 那么根据对抗交感的 机制不同 对抗交感的药 又分为这么四大类 中枢抗交感 阻断交感的神经节 阻断交感末梢地址的释放 阻断交感地址的收铁 那大家看这四类 都是对抗交感神经的 那属于一线的是 这是一线 OK 一线啊 对抗交感的药物中 维特受机阻断剂 属于一线 其他的 就是二三线了 好第三类 对抗渗速 血管紧张素 全国中系统 也就是我们说的 RAS系统的 药啊 一线药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就是 普利 沙坛 其实还有一些 比如说 还有一些 是可以直接 抗渗速的 分泌的 比如说一些新药 Linically 一些新药啊 好第三类就是 我们单拎出来的 钙通道的阻断剂 钙通道阻断剂 其实我们知道 分两类药物 地皮类和非地皮类 你也可以这么去叫 地皮类叫二氢比丁类 非地皮类又叫非二氢比丁类 我们用于降压的一线药物是它 是地皮类 地皮类啊 好最后一类我们说了 降压降的最简单粗暴的是 直接血管扩张药 直接血管扩张药 根据扩血管的机制不同 那又分为 锦区琴和肖普纳是一类 还有米多蒂尔 这些甲通道开放药是一类 这样我们就相当于脑子里面 有了一个内容导航 OK 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展开的 但并非都是重点 重点的是五类 一线加一药 大家看 B类 对吧 洛尔是B类 这儿是A类 还有一个这儿 C类 这些是重点 但是你 你知道这些 他们的关系 好吧 所有将要 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我这儿还有请赠送 大家一个 一个示意图 给大家有帮助 我们刚才说这一类 看一下啊 交感意志药 讲这一类 大家最容易蒙圈 就是抑制 交感神经的药 不是分这四 又分为四类吗 其实就是 影响整个交感 传出通路中的 不同环节 大家看啊 这是交感神经的中枢 交感神经的中枢 在脑子里着 OK 在我们的脑干啊 那么直接抑制 交感中枢的 就是所谓的中枢降压药 交感神经 它的作用拔点 也就是它的效应 其实是心和血果 整个交感传出路径中 要有一个神经节 那么有的药 是可以直接 阻断这儿的 叫神经节阻断药 其实这些药 临床上早都不用了 早都不用了 都是一些实验用药 因为副作用太多太重 还有就是 大家看 作用于这个位置的 交感的末梢 作用于使这些地脂 不能释放的 就是使我们叫地脂 浩解药什么的啊 就是使身上腺素 能神经末梢 不能释放地脂的 就是依赖 而真正属于一线呢 是阻断地脂的受体 就是阻断身上腺素的受体 当然这儿又包括 阿拉伯受体阻断剂 和β受体阻断剂 对吧 只有β受体阻断剂 β受体阻断剂是一线 一线啊 当然我希望你知道啊 这些药物 它降压的基本作用机制 都是 地脂胶杆 OK 都是从 作用于整个胶杆神经 通路中的 不同位置 不同环节 阻断β受体 降压的落 是一线 好不好 我们就思路清楚了 不然的话 大家学着学着 因为药太多 都是降压的 药太多 大家学着学着就容易乱 这叫乱 那好 我们接下来就按照顺序 彼此展开啊 首先第一类药物 ACEI 血管紧张素 转化 没一根药 为什么上来就介绍它呀 最好使啊 武林盟主啊 对不对 是的 这类药物 代表药物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临床上 做了别多的品种啊 卡托是最早的 后面有 伊纳普利 赖诺普利 福辛普利 培托普利 等等 一堆普利 那么这类药物 我们说了 它是对抗一套激素的啊 临床的应用 主要就是高血量 这是它最主要的 临床应用 也就是它的 这是它的主业 好吧 主要工作 主要工作 下面这两个呢 就属于兼职啊 好吧 什么叫兼职呢 大家看一下 新摔的时候 新功能不全 大家记不记得 在治疗新功能不全的时候 我把它比成唐僧啊 对 因为它是去治疗 新功能不全的话 可以逆转 心水重构 延少生存期 就可以阻断 这个心肌的这种 气质性的恶性性 还有 比如说冠性病 也可以用它呀 可以降低病死力 是的 但是这些都只是 兼职帮忙 比如说 抗新功能不全 主要靠谁啊 强心肝肋 低高心 然后 治疗 冠心病人家 主要靠谁啊 一火二消啊 普代 洛尔 消三 甘油 消本丁平 是吧 所以 兼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作用机制 其实它的名字 就是它的作用机制 它就是抑制了一个 酶 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 血管紧张素 准化 梅的英文简称是 ACE 在ACE 的后面 加个I I就是E之G的意思 血管紧张素 准化梅 E之G 明白了 然后它是影响 这套激素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套激素 所谓的 RAS系统 那么整套系统 第一个激素 是肾素 肾素 肾素 你说哪分泌的呀 是 肾小球的这个 球膀细胞 是一般所分泌 这个 肾就是 如果 这肾脏的特矫情 你知道吗 只要肾稍微 供血有点不足 它就分泌肾素 高血压患者的肾小球 入球小动脉 管闭玻璃氧边形 所以 这么说吧 高血压患者的肾小球 这个血管都 都 糗了 所以 肾素就会分泌 就高血压患者的肾素 分泌水平非常高 肾素会把患者体内的 血管紧张素 圆 激活为 血管紧张素 一 我们知道 带圆 带圆这个字 就没有活性 激活了 就有活性了 激活了的 血管紧张素 一 可以在 血管紧张素 转化煤的作用下 转化为二 这就是所谓的血管紧张素 转化煤 转化煤 就是把血管紧张素一 转化为二 这个 血管紧张素 二 活性是 非常强的 是最强的 几乎 这个血管紧张素二 就会与它的受体结合 血管紧张素二的受体 可以叫做血管紧张素二受体 但是它用英文简称来表示的话 确实ATE受体 这就特别让我们蒙圈 哎 你不是叫血管紧张素二受体吗 您的英文简称怎么是ATE受体呢 那我就不解释了 太废嘴 而且没有意义 就这么定的 您把它记一下 好吧 那么 血管紧张素二一旦激动它的受体 就会产生生物效应 比如说首先 它会刺激 身上腺分泌全固酮 就让全固酮分泌增加 我们知道全固酮是盐皮脂激素 全固酮的作用是保纳保水拍价 对吧 所以保纳保水就可以导致纳水储流 纳水储流循环水量增加 于是血压升高 这是一方面 另外 血管紧张素二与它的受体结合之后 还可以直接缩血管 使血压升高 而且 血管紧张素二一旦与它的受体结合 最可恶的一点 最可恶的一点 或者说 最有长期影响的一点 就是它会导致心史和血管的重构 叫心血管的重构 什么叫重构啊 这个概念大家会觉得很抽象 这么说吧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一个患者 二十多年的高血压最后死了 死于高血压了 然后我把它的心脏拿出来 我把它的血管拿出来 你看一下这心脏和血管长的样子 也就是它的结构 跟正常人的心脏和血管长的样子 能一样吗 那肯定不一样 OK 这个过程 这个现象就叫重构 就是心血管的形态都发生了改变 发生了气质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 病变过程啊 这叫心血管的重构 OK 最终 它不但是血压升高 而且是病情呈恶性性的 好吧 总之这套激素啊 是生压的 重复一遍 肾素 血管紧张素 全固酮系统 是生血压的 但是它在短时间 对保证肾血流量是有益的 但是从长时间来讲 它对整个心血管系统 是必大于利的 明白这意思了 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 我必须把这套系统 我给它压下去 我必须用药物 对抗这套 不良激素系统 那么嘴怎么对抗它呢 懂你 看抑制ACE的药是ACEI 就是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抑制G 加个RI就是抑制G 懂得解了吧 也就是我们说的普利 这就是普利啊 这就是普利的作用 普利可以抑制这个酶 从而让水管紧张素1 不能转化为水管紧张素2 那下面所有的这些 病理生理就都没有了 对吧 好的啊 接着来普利是抑制这个酶的 那沙坦呢 沙坦就是阻断水管紧张素2的受体的 明白了 沙坦可以叫它 血管紧张素2受体阻断剂 英文简称也可以叫ADE受体的阻断剂 这就是沙坦 它的作用拔点 普利抑制紧张素2的生成 沙坦阻断紧张素2的受体 好 还有一个 还有或者说还有一组药物 是可以抑制肾素这种激素的分泌的 我们就要肾素抑制药 肾素抑制药 比如说我们说的洛尔啊 普利啊 多多少少 都可以帮忙抑制肾素 好吧 还有很多新药 就专门研发的肾素抑制药 OK 这是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 大家就明白了 那顺便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普利啊 这普利 除了抑制了这个酶之后 抑制了这个血管紧张素转化 酶之后呢 它还能抑制缓急态的降解 就是抑制了这个酶 还能导致我们的体内的缓急态的水平升高 对啊 使得缓急态不能被降解而水平升高 升高的缓急态 一方面引起刺激性干壳 引起血管神经性水肿 这就是普利最主要的不良反应 副作用 它就是这么来的 好吧 但另外一方面当然缓急态 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前列缓缩 然后呢 这两个呢 可以进一步使血管扩张水压下降 对 它这个方面也有降压作用 但是再来的这一点 是导致很多患者不能用这类药物的原因 很多患者想用普利 用不了 用了以后就不停卡卡那种咳 特别严重的那种咳 受不了 耐受不了 那就 后来就不用了 那如 所以普利会引起肝咳 但是它不会 沙坛不会 明白吗 所以普利不能用的 我们可以换沙坛 换沙坛啊 好 这就是它们的作用机制 好 知道它们怎么降压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降压拓点 你就记 我们叫它四两拨千斤啊 记东西的时候 不要记一堆 记一堆也记不住 今儿记了明天就会忘 你就记一句话 对抗那套激素的 它只是抑制那些个 高血压患者体内的 不良身高的激素 所以它并不影响交感 它也不影响 它也 一般不直接作用于血管 所以它不会引起什么反射性的心理块 直接扩装血管药 才会引起反射性心理块 它也不影响心态出量 OK 就是没这些毛病 而且它可以预防和逆转 行使于血管的重构 这是它的绝招 绝招 时尚 主要就是普利沙坛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可以延长生存期啊 好吧 它可以降低各种心血管 终点事件的发生率 比如说心梗啊 脑梗啊 脑出血啊 降低这些 事件的发生率 而且它最可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点 它能增加肾血流量 护肾 我们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是伤肾的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那个图片吗 它可以护肾 它可以增加肾血流量 保护肾脏 还能怎么样 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抵抗 也就是糖尿病患者 尤其适用 肾病患者尤其适用 至于后面不引起电阶质紊乱 和直视代谢紊乱呢 这是相对于 不引起电阶质紊乱 是相对于零尿剂来说 不引起直视代谢紊乱呢 是相对于洛尔来讲 也就是它没有别的药的 这些毛病它都没有 而且它就没毛病 有优点 有理解吧 优点就是 第三点 逆转心血管重构 护心 就我们叫护心护肾护血糖 大家可以慢慢去练啊 等会我会给你顺口溜 护心护肾护血糖 就是它的优势 好 然后 所以它适用于个性高血压 这么说吧 只要换成是高血压 都可以用 而且首选推荐使用 叫能用都用尽量用 除非实在不能用 这话说的够简单 直接粗暴吧 可以单用 单用如果 hold不住这血压 我们可以再 合用其他药物 也就是联合给药 中重度高血压的时候 可以联合使用 泥尿剂 加强泥尿效果 降低不良反应 也就是说 这个这个普利沙坦 特别喜欢泥尿剂啊 泥尿剂 因为回头我们会讲啊 因为普利沙坦 因为对抗了全部东西 可以导致高甲 而泥尿剂却可以 低甲 可以引起低甲 泥尿剂不都排甲 排甲泥尿剂吗 一个引起高甲 一个引起低甲 正好中和 对吧 正好中和 呃 所以 应该说普利沙坦 如果联合给药 优选的联合药物 就是泥尿剂 总之 你看 护心护肾护血糖 记的时候 你看这 第三条啊 不好记 这一堆的病名都记不住 您这样来 数两不千斤啊 看一下 心 心 心 只要心脏上有毛病的高血压患者 首选啥 普利沙坦 有普利 选普利 没普利 选沙坦 就不会错 心肾糖嘛 糖 和肾 这一堆病名都不好记 心肾糖该好记吧 明白吗 心脏毛病 肾脏有毛病 有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 首选 加要 普利 不良反应 第一有是轻微 有没有 肯定有啊 但相对 其他药来讲 不良反应很低 非常轻微 很好的难受性 需要我强调的 首先 刚一开始用药的时候 容易导致 低血压 叫手机低血压 主要介于 刚开始时 剂量过大 对 刚开始时 剂量已小 小剂量起用 另外就是 它出了名的 两大不良反应 就说一说 普利沙坦 第一反应 两大不良反应 就是 刺激肝壳 高血压 这是必须记住的 为什么引起高血压 因为它对抗 全固酮啊 它对抗的是 肾素 血管紧张素 全固酮 对抗 有抑制 全固酮的分明啊 对全固酮 大家伙应该不陌生吧 全固酮啊 全固酮的作用是 保纳 排甲 对抗 对抗全固酮 就变成了 排纳 保甲 明白了 所以可以导致 高血压 高血甲 这是它比较出名的 不良反应 一个次性 刚可以高血甲 所以我给它重点 标示了严肃啊 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 滴血糖 血管神经水肿 内做了解 另外 用的时间久了呢 它可以导致血腥的降低 血腥一滴呢 就会容易出现什么 披震啊 食欲的减退啊 味觉的一个 味觉和嗅觉的缺失啊 甚至脱发呀 所以记得补心 补心 其实啊 这个次性肝壳呢 我们会发现啊 就患者刚开始 用药的时候比较重 或者说比较明显 只要他能耐受 告诉患者尽量忍一忍 忍一段时间 哎 用着用着时间长了 具体耐受了 这个次性肝壳即可减弱 好吧 那如果忍了一段时间 还是实在不行 我们再换药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给点这个 铁剂 硫酸亚铁 对次性肝壳呢 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好 这是普利的不良反应 下面是普利的禁忌症 摆脱 说实话 普利的禁忌症 就这么几个 别的没了 普利的绝对禁忌症 就这下 OK 第一个就是双肾动脉 都有周样硬化 双肾动脉都狭窄 大家比如说 这是腹主动脉 这边是右肾 这边是左肾 这是 右肾动脉 这是左肾动脉 左右肾动脉 都发生了特别大的 周样硬化 导致管腔 狭窄 这个时候 双肾动脉都狭窄 才净用普利 好吧 我们知道 有没有说 还记得吗 互心 互肾 互血糖 互肾 所以普利是可以互肾的 所以 重度肾衰 才净用 OK 重度肾衰 轻中度肾衰 可以有 没问题 它就是孕妇进入 孕妇进入 普利沙坦 比较紧 就是它的紧急症 好了 所以我关于它的经济症 我再补充一点 可能大家印象会更深刻 事实上 临床上 当开始使用普利 或沙坦的时候 一开始僵压过猛 是可以导致肾衰 所以需要监测 肾功能 比如说 刚刚用药的初始 两个月 血迹肝轻度升高 没事 但血迹肝 升高幅度 大于30%到50% 就提示肾缺血 严重了 就得停了 停普利沙坦了 OK 就是血迹肝轻度 升高 没关系 只要不大于 30%到50% 继续使用 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总的作用是护肾 总作用是护肾 但刚开始用药的时候 降压过猛过快 可以引起肾衰 OK 还有就是 双肾动脉均狭窄的经用 另外就是肾衰晚期 注意 肾衰晚期 就是重度肾衰 指的是 血脊肝轻度率 低于30以下 就是脊肝轻度率 低于30以下 或许脊肝太高了 高于265 这个大家 这就是重度肾衰的 这个指标 重度肾衰 才进入 听到了吗 这我们介绍了普利 说完普利 咱们说沙坦 血管紧张 素二受体的阻断药 代表药 各种沙坦 现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血沙坦 俄北沙坦 这些药物呢 作用机制 我们刚刚跟普利一起讲了 来看它的药理作用啊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 英文简称是 APE受体阻断剂 它除了能对抗 RAS系统之外呢 它还能促尿酸排泄呢 所以呢 能明显降低尿酸水平 谁比较适用啊 通风患者 通风患者 适用沙坦 好吧 用沙坦 好 然后 临床应用 一类 就我们说武林盟主们 对不对 个性高血压都可以用 实在不行 可以加临尿剂 我说了普利沙坦 喜欢临尿剂啊 不 好了 然后不良反应 沙坦 作为妹妹 她没有普利 这个姐姐所引起的咳嗽啊 去往生尼水肿啊 这些不良反应 所以普利如果咳得厉害 可以换沙坦 其他的不良反应 与普利相随 好 过 最后送大家圣口溜了 这些圣口溜君是 蒋老师原创啊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因为我们得把那些抽象的东西呢 这个临床话啊 具体话 看一下 普利沙坦 叫江湖老大有正义 什么样的正义啊 互心 互胜 护血糖 就这一句话 一封 做题的时候 只要请不说 有心脏病的高血压 有肾病的高血压 有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 首选什么 降压药 首选普利沙坦 有普利选普利 没普利选沙坦 以不变印万变啊 这就是一封 还有 防止猝死 大贡献 逆转重构 严寿命 因此 能用都用 尽量用 除非实在不能用 然后 看 合用赛琴 可以防高贾 对啊 不利沙坦可以引起高贾 而赛琴是排甲领药机 咳嗽太狠 换沙坦 用药监测肾功能 鸡肝轻身可继续 没事 鸡肝轻度的升高 继续用 倒行 静止使用 就两条 哪两条呢 肾动脉双侧都狭窄 A代表动脉的意思 重度肾衰 才静用 亲中肾衰 还可用 我这个胜口流中 就落了一个 没总结进去 就孕妇进去 好吧 好 这就是普利沙坦的要点 OK完成 做题 这道题问 项链不属于卡托普利 其类药物 最用机制的是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就记住 做题的时候 技巧就是 它是对抗那套激素的 明白了吗 它影响的是那些个激素 所以ABCD 都是属于它的最用机制 它不影响钙粒子 减少细胞内钙粒子含量 这明明就是 这明明就是地皮的呀 地皮的最用机制 钙通道组织剂 那是地皮 地皮才是通过减少 细胞内钙粒子的含量 来取消的 OK 其他ABCD 我们都讲过 它抑制的就是 血管紧张素转化煤 对吧 包括抑制循环和局部的 这个转化煤 C和D 我们在前面都提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 不利类药物 描述错误的是什么 我们来着看 A说 它印一支 这个煤的活性 这就是它的作用机制 但是你看看B B说什么 提高 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 那你要想啊 让交感更兴奋 那会让血压怎么样啊 升高的 对吧 如果有这作用 那它还是降压嘛 那它就不可能是降压了 那该是升压了 所以这绝对不对 所以B是错的 那通过这道题 我也想给大家补充一个细节 普利类 普利类主要是对抗那套激素的 但是可以兼职 抑制交感 兼职抗交感 有一点点的抗交感作用 比较弱的 洛尔类的作用 OK 所以其他都对啊 对抗了这套激素 不让血管收缩 就可以 扩血管 扩血管 就可以降低 全身血管的阻力 保护心肌 逆转心肌 血管重构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总之 好的作用 都是它的 好 完成 下一个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第一句 合并 糖尿病 及胰岛素抵抗的高血压患者 应该首选哪类降压药啊 互心互身 互血糖吗 普利 就它 对 有普利学普利 没普利性杀它 过了啊 下一题 降压的同时 不会引起反射性心率加快的药 是什么 没这毛病的是谁 要知道 能够反射性的引起心率加快 是因为反射性的兴奋的谁 交感 谁能反射性性的交感啊 直接扩血管的药 直接扩血管的 直接扩血管的药 扩得带蒙血压 骤降 容易引起反射性的交感 明白这意思了 所以 直接扩血管的 DPR扩血管 小本DPR扩血管 米诺第2扩血管 小普纳扩血管 这四个 都是 直接扩血管的 扩得太猛 血压骤降 就可以反射性能 性能交感 而交感性能 就可以水性能加快 听懂那意思了吧 但普利没这毛病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 直接扩血管的药 它是对抗激素的 过了答案是A 好了各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介绍完了 前两类药了 不得杀它 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类 好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第三类了 肾上腺素受体的阻断药 说到肾上腺素的受体 谁啊 阿拉法和北太呀 对 所以呢我们根据 作用机制 既能阻断 阿拉法受体 又能阻断 北太受体的药物 是拉贝 拉贝洛尔 只阻断 阿拉法受体的 扩血管药 直接扩血管药 各种作情 特拉作情 派作情 多杀作情 一堆作情 那阻断 北太受体的 洛尔 当然洛尔 包括非选择性的 普奈洛尔 和选择性的 姆扑洛尔 阿里洛尔 辣米洛尔等等 就只阻断 β1的 一类药物是 一线药物是谁啊 它 一线 上面 都不属一线药物 我们将一次介绍啊 先来介绍阿拉法受体阻断剂 这儿呢 我们就又回到了 传统神经系统了 阿拉法受体阻断剂 代表药 都是什么 什么作情 其实阿拉法受体阻断剂的 老祖宗药 最早的一个药是 粉朵拉明 分开拉开 还记得吗 好吧 现在 用一降压的是 各种作情 来 各位 我们呢 不搞那么难 咱们万变不离其宗 以不变应万变 大家还记得这个图吗 我们说过 阿拉法受体长到哪儿啊 全身血管的平滑机上 都有阿拉法受体 尤其是皮肤黏膜内脏的血管上 阿拉法受体密度最高 交感神经兴奋 激动阿拉法受体 就可以让这些血管收缩 于是 贱压身高 交感 怎么生压呀 其中就是激动阿拉法受体 让血管收缩 让血压升高 所以我们这一堆作情 这一堆作情就是 阻断阿拉法受体 不让血管收缩 所以使血压 下降 其实就是扩血管的 对抗交感的缩血管作用 扩血管的 OK 直接扩张血管药啊 扩血管的 所以 它的药理作用 就是扩 好吧 说文明一点书章 既可扩筋脉 亦可扩动脉 降压效果 中等偏强 坚值 对就是对血糖和血脂 多少也会有一些影响啊 是有一些有力的影响 好 那 接下来 这些大家就不用记了 你就记住一句话 中等偏强的 扩血管药 好吧 这些话要 适用于个性高血压 但永远不做首选 请说一遍 不做首选 对啊 比如说特别重的高血压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或拿它跟其他药联合使用 好过了 那么 关于做琴 如果考试考做琴 更多考的是不良反应 因为扩血管 中等偏强 所以扩得猛了 血压骤降 就会晕 疲乏虚弱 尤其是这个现象 叫手机低血压 或者叫体位性低血压 这都有啊 手机低血压 以及体位性低血压 都有 指的是首一次 第一次给药的时候 导致严重的直列性低血压 又叫体位性低血压 患者容易怕的摔倒 摔倒啊 导致一些不良后果 晕厥摔倒 尤其是饿的时候 低眼时候更易发生 所以怎么办呢 你也知道怎么办 第一将手机剂量减下来 第二 给了药之后 给在零睡前 睡完 给完药就睡了 它不会突然发生体位改变 可以净 最大可能 避免发生 考作琴 考这个 这是明确点 因为这在临床上不少惹事 有了好多的事 对关于这个作琴 看一下教室边的顺头聊 小拓拉作琴派作琴 扩张血管降血压 一般不做首选药 属于二线降压药 引起体位低血压 体的太猛 一摔倒 怎么办 最好使用控制剂 最好用在睡觉前 同时扩张下尿道 老年男性脚适用 注意啊各位 脚适用而已 不做首选 明白了吗 因为你看 血管上 长阿拉夫受体 尿道上 也长阿拉夫受体 所以阻断阿拉夫受体之后 这些作琴 既可以扩血管 也可以扩尿的 扩尿的 就可以改善前脸线增生 引起的尿路耕足 症状 对吧 所以老年男性 为什么我说老年男性 老年男性才得 两层前脸线增生 脚适用二腰 鼓作收腺 它有什么一个收益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阴险药物 肥子受体阻断药 肥子受体阻断药 它的降压作用机制 就是对抗胶感 降血压呀 所以这一堆的文字 背过来 我觉得 你就是现在背过了 我估计 回头也得忘 对吧 还不如 万变不离其宗 万变不离其宗 回到我们这张图上 是两部心筋 还记得吧 心脏上涨β1啊 胶感神经兴奋 激动β1 兴奋心脏 所以可以 升血压 那我们的洛耳 就是 洛耳是干嘛的呀 阻断肥子受体 抑制心脏 降血压 对抗胶感的 生压作用 OK 当然 回到受体 这儿我再 友情提醒一下 洛耳类 我们是不是经常 称之为壁类呀 洛耳类啊 洛耳类 也可以兼职 抑制肾素的分泌 就可以帮忙 普林沙太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分泌肾素的 那个细胞上 也就是 入血小动脉的 球旁细胞上 它在这 分泌肾素的细胞上 也长 β1兽体 所以呢 所以 洛耳阻断 β1兽体之后 还可以兼职 对抗RNS系统 就是 AB类经常 互相帮忙啊 A类 普林沙坦 可以帮忙 对抗胶感 B类 洛耳可以帮忙 抑制肾素 它俩呢 就 比较友好 你们觉得吧 比较友好 就是作用呢 有一部分重叠 有一部分重叠 嗯 好 然后 那 问题来了 β2兽体在这 对吧 阻断β2兽体 产生的都是负作用 都是负作用 比如说 交感激动β2 会让这些平滑机 输张 但是 洛耳 尤其是普代洛耳 我们叫它 非选责性的β1 β2兽体阻断机 阻断β2兽体 就会让这些平滑 平滑机不是书张 而是什么 缩 缩就缩出一堆的不良反应 比如说 灌脉 缩 又发合加重变异性 心脚痛 又一变啊 支气果 平滑机缩 又发合加重 知晓 骨骼肌血管缩 导致手脚冰凉 末梢循环踏 但是如果 选择性的β1兽体阻断机 不良反应 就少 轻的多 少而轻 OK 好 所以你看万变不离其宗 总之一提落耳 就是 对抗胶 胶感 落心脏 落 落 落心脏 所以各种各样的高血压 各种高血压都可以用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优点 它是对抗胶感 所以胶感神经 兴奋性特别高 引起的 高血压患者 尤其是有 那谁的胶感神经更兴奋 谁的胶感神经更兴奋 比如说我 我现在的胶感神经就蛮兴奋的 因为我在工作 对吧 我处在应急状态 还有谁呢 年轻人 对 这非常重要啊 这里说的年轻不一定非得是大小伙子啊 就只要岁数不太大的 一般是五十岁以下的 尤其是 那种我们说的百里 高压力 对吧 高工作量 就长期处在那种焦虑状态下的 年轻人的高血压 换句话讲 就是我们说的 工作性的高血压 这种高血压患者就是胶感太兴奋 就是他胶感兴奋性太高 胶感兴奋性高 一方面胶感会促使生素分泌 胶感兴奋心脏 进而引起 血压高 血压升高 能理解这意思吗 所以 年轻人的高血压就特别适用 那老年人呢 就不太适用 因为老年人本来胶感神经兴奋性就已经很低了 你再一指 你就更低了 另外就是 河边心动过速 心脚痛 因为我们知道 落尔 可以 首选用一斗素啊 落尔 是抗心脚痛药啊 一剑三雕咯 总的意思吧 其实还是心脏胎兴奋 心脏胎兴奋 引起的 伴有的高血压 用落尔 落尔 落心脏嘛 对吧 落心脏 这是落尔的一个临创应用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就是 他毕竟是对抗胶感 对抗大方了呢 就会出现 悬晕神智模糊 尤其是老年人 你看来咯 老年人不适用 而且老年人本来胶感神经信心太低 本来就容易得老年抑郁症 你再对抗他的胶感 他就更抑郁了 再对抗胶感 他就反应迟钝了 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中神系统的不良反应 血压太低可以头晕 另外他毕竟还有交心率的作用 所以可以导致心率过满 心率过满 现在我们一般像血压不用普莱洛尔 用的都是美托呀 拉美呀 阿气呀 这类的 所以一般不会导致知晓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了 是吧 有发知晓啊 洛尔洛尔 洛心脏 所以如果已经是重症 或者是急性的 心衰的话 就不能再落了 这些其实我们当初在讲 重重神经系统药物的时候 都有给大家提过 希望大家可以一回声 两回手 好 关于洛尔这圣口溜 我们在重重神经系统 就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追溯了 拿过来 唤醒大家的记忆啊 都是同线 好 接下来第三类是既能阻断 阿拉法 又能阻断 别他的拉贝洛尔 这个拉贝洛尔呢 大家说是一线药物吗 不是 不是 因为他呢 怎么将压 还是强度还是很大的啊 虽然作用 这说的是作用温和 那是相对于 肖普达来讲 OK 但是相对于一线夹药来讲 他 他一般被用于重症的高血压 比如说 高血压的急症 急症 因为他可以静脉给药 比如说静脉给药 静筑和静低 可以用于高压微小 没错 因为他既阻断 阿拉法 又阻断 他影响两个作用相叠加 他也可以导致 直类性的血压 血压降得太低 都会出现晕啊 你们的这些表现啊 临床上用拉贝洛尔 用什么 认高症 孕妇的高血压 是个细胞瘤 麻醉或手术室的 控制性的降压 高血 说白了 他是全面阻断脚感 能理解吧 做情是阻断 阿拉法手提 洛尔是阻断 北特手提 他两个都阻断 就是说 全面阻断脚感的 魔烧啊 好 过了